日本政府決定透過釋憲解禁集體自衛權 這看在前總統李登輝眼裡 他認為日本這項錯法能讓中共有所收斂 同時對於穩定亞洲局勢很有幫助 李登輝認為日本的集體自衛權解禁之後 對於穩定亞洲安定很有幫助 同時也能對中國大陸產生前置作用 能給亞洲甚至是台灣帶來安定 李登輝也呼籲日本 應該要盡早成立台灣關係法 保障台灣安定 保障台灣安定亞洲局勢 保障台灣安定亞洲局勢